今天換了一隻狼琴的藍裝機械自動錶 透底的 尺寸是39 它的系列就叫做Record Collection 中文的翻譯就叫做開創者 我想加上幾個因素 包括它的學型設計和改名也是一大學問 相比之下 比起狼琴其他系列 例如像是名將系列 那這個Record就覺得有點偏硬朗 運動型格比較多 這也是一種心理因素 但看不見到在錶的針面殼設計有些端藝 其實也有 你看到錶殼的旁邊有一種拉紗的性格 這是其中一種日用偏運動錶的風格 並且整個學型設計 旁邊都是一種一體化式的錶耳 更加加強了那種活潑性 日用化的性格 機身也是最新的888機身 也是Modify 2892的第二代處理 比起以前那一代 它的動力儲存是長一點的 雖然整隻錶給我的感覺 是有一種日用偏運動 但是它的針盤 針面的設計 它這隻白面 就用了一隻羅馬字 加上這隻藍鋼紫針 那種配合 整個感覺又帶回去 一種傳統圖標形式的格局 那種格局 字幕提供